来关注国际时事 韩国首都首尔市政府7月15号表示 首尔将成立官民联合调查团 查明已故市长蒲元纯设性侵案真相 据韩联社报道 首尔市政府发言人黄仁直说 女性团体、人权专家、法律专家等外部专家将参与调查团 力争公正客观的展开调查 据了解 前秘书A某7月8号向警方投诉 在她从事秘书工作的4年 以及被调离至其他部门之后 不断遭受蒲元纯的性骚扰和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据当地一家媒体报道 首尔市负责男女平等事务的特别助理林春林 在A某控告蒲元纯性侵前 向蒲元纯询问是否做过不光彩的事情 黄仁直对此表示 这只能由林春林本人证实 调查团将查清相关真相 结束调查后 是否会采取控告等措施 黄仁直说 调查团可能就有关问题进行判断 并采取相应措施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博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